这婚礼近期闹一半 结果被迫喊Color 主要是因为新竹市15号下令 防疫的规格提升 拉勾到了第三集 有一对新人 他们是在昨天举办结婚典礼的 尽管是有做好基本的防疫规范 但是因为这入场人数高达120人之多 已经违反了政府的防疫策略 因此也被稽查人员要求立刻解散 婚宴上的美食 最后只好叫亲友 统统打包带回家 推开门内并客席坐满大批民众 每个人隆重打扮 就是要参加亲友结婚典礼 没想到新郎新娘才刚入座 典礼却被迫喊咖 这里事件发生在16号中午 新竹丛林乡一对新人 正在婚姻会馆举办婚礼 并跟入场前还不忘量体温 做好防疫措施 会场内每周限制五人 保持良好社交距离 不过场内人数恐怕早就违法 总人数 你们有算吗 大概是280个 没有没有 要去一半 因为每周都做五个而已 每周都做五个 也是过百 放出人数简直吓坏 面对疫情升温 新竹防疫早就提升至准三级 规定民众禁止举行 室内一百人以上集会活动 而这场婚宴共开二十八桌 室内聚集一百二十多人 警察人员立刻要求民众解散 直接打包 然后你们就一桌 一桌拿好就直接先离开 满满一桌菜还没入口 就要打包带走 这对新人透露 十六号举行婚宴 十五号新竹突然下令新的防疫措施 反断一天内根本来不及停办 由于违法属实 是否要进行开罚 稽查人员还在考量 这场人生大事 势必让这对新人众生难忘 剧者高萨薇严日龙采访报道